甚至有一些民眾他們現在也出面 認為說當時發生就昨天晚上的時候 他們有特別 有的人是跑到了高雄市政府 去跟相關的人員說 他們認為這個地方可能之後會有爆炸的情況 也有人他們直接就是撥電話到相關單位 可是他們認為他們沒有獲得一個比較合理的 他們認為比較急迫性 急切性的一個處理 所以他們其實認為說 高雄市政府是不是在處理的方式 有點過度於輕忽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這個我們在現在 我們這個 也許不應該這樣武斷的來講 就是說在處理程序上面會有輕忽 因為民眾他報案他是聞到瓦斯味 那也許他報案119 也許就通知中油通知瓦斯公司 你們要去檢查一下 看你們有沒有哪一段壓力減弱 或者是哪個地方有洩漏 那結果如果說是因為今天是秉息的話 可能當初可能都已經被誤導 那個是一個瓦斯的一個方向 所以這個 是這個過程上面 並不足以說明 他應該他會有什麼疏失 我是認為是應該 在組專案小組來做詳細的調查 因為你這個管系的話 你一定輸送端跟接收端的話 他應該有什麼 應該有感應器 感應器的話 你的壓力出去是多少 到那邊接收出去多少 你的壓力流速 流量 這個都可以有數據的 查這個數據就知道了 看看有沒有異常的現象 對不對 但是我們如果再講到救災的情況 現在也陸續會有人再回頭去看 當時救災的情形 會認為說 是不是我們當時應該要列出一個封鎖區域 不要再讓民眾進去 或者是 甚至還有人在現場 也許有人在點菸抽菸 這是不是都是很危險的情況 可能這次是這麼多年來 這個嚴重的一個氣爆的事件 那麼當然二十年前的話 也發生過一個氣爆的事情 那麼這個板橋也曾經發生過 街道上的一個瓦斯管線 當時的情況是什麼樣子 那麼二十年前在高雄前鎮 也發生那個氣爆 但是那個也造成了一些民眾的死傷 那麼板橋那個呢 是沒有人員死亡的 是有受傷的 所以說這個那麼嚴重的一個事故 這一次是比較歷年來是最嚴重的 所以大家沒有顧慮到 而且一般講瓦斯爆炸 瓦斯爆炸 比如說一般民眾想起來的話 可能是天然氣了 天然氣它是往上飄的 會飄到空氣中的 那液化石油氣是瓦斯桶那個 那瓦斯桶那個在家裡面 瓦斯漏氣這個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有民眾說是 這個報案說是有磨一戶 瓦斯爆炸了 這個情形 但是沒有想像到會 這個範圍那麼大的 距離那麼遠的 有五個爆炸點這個樣的情形 這逐漸就是說它這個瓦斯 不是瓦斯 就是這個洩漏的 易爆的這個氣體的洩漏 是相當多量很多 而且很長的這個距離 這個是防不生防的 對但是如果說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就您的觀察您的看法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 就是秉息這樣的氣體外洩 如果是現在我們來看高雄這個情況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設置 包括我們救災的情形 還有設置 需不需要圍出一個禁止的區域 或者是民眾是不是 要注意哪些一些細節呢 我想防範之道應該是 在源頭上防範 所謂源頭上防範就是 你這個管系 你的埋設是為了這個工業建設 但是你這裡面的運輸 運輸是危險的這個液體 或者是氣體 所以你在源頭上面 你一定要保護它的一個安全性 跟完整性 以及萬一它突破了安全的範圍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立即的一個警覺的一個機制 所以現在的世界各國的管線科技上面的話 它有腐蝕的一個監測 有泄漏的這個監測 它有儀器的 它有電腦的那個設備設置 它有的是用超音波 有的是用紅外線 有的是用統位數來做個監測 如果說這種系統做得好 企業主要去投資這個監測這個系統 那政府單位應該定定法規 以及定期的檢測 這樣才能保證它的這個安全 不要不發生事故 就沒有後續的一些 我們救災的一個手續了 不過因為過去您剛剛提到過去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但政府都沒有意識到有這樣的情形可能會以後會發生 尤其是像高雄管線埋在市區的地底下就是這個情況 過去那是二十多年前的這個事情吧 當然是這個我們這一次再發生了以後 我們就知道就是說 這個管線的這個危險性 應該是我們加以重視 因此就是我還是建議中央跟地方應該聯手起來 組成專案小組來調查 以及如何來改進防範的 當然如果我們提到了救災 救災是要趕著時間的進度 當然民眾也不要去阻礙救災人員的進行 所以今天就會有提到說民眾在現場不要點煙 甚至還有一些老師會認為說 秉息這個是高度易燃的氣體 因此說呢如果到時候我們被嚇到了 我們那時候想要急著開車要走 也許就會反而會引爆這個爆炸 或者是我們燈想要趕快關起來 任何開關都有可能會引爆爆炸對不對 對 所以說您剛才提到那個 現場有民眾還在那邊點煙 我想這種情形的話 旁邊的民眾發現了以後 應該是馬上就跟他勸導或者制止 不要因為這個火頭又造成意外的一個災害 所以對救災人員來說 哪些事情是希望民眾 這種千萬不要做的 免得就是影響救災人員的進行 在這個整個現場的時候 我想在這個救災現場的時候 因為這次的這個爆炸的威力很大 那麼有很多這個車輛人員 都是這個消防後續的救災的人員 都要去實施一些從斷圓殘壁當中 去把人救出來 所以這整個過程當中的時候 這個我想民眾站在外面 這個來不要太趨近於這個災區 一方面不要妨礙救災 一方面可能會造成一些二次災害的一個受傷害 所以秉溪這個我們來談這個秉溪這個事件 過去您有了解秉溪它所發生的爆炸案 可以到什麼樣的嚴重的程度嗎 過去的秉溪的這個不一定是秉溪 但是內一類化學的這個系列的這個 同樣類似的它都是有欲燃欲爆的這種性質 在世界各國的這個火災的歷史裡面 也曾經陸陸續續發生過 有的是在工廠裡面生產製造的 有的是在運輸過程當中的時候來發生的 那麼去年底去年的這個 11月22號的話 在大陸那個山東青島 它也發生了一個運送油管 油管它就是也是一個腐蝕 陷入漏油 漏油以後它所善意出來的一些揮發氣體 跟空氣中的氣體混合 打到爆發絕對也爆炸了 爆炸造成65個人的死亡 這個是也是最近所發生的事件 所以類似這些石油類的這種 易燃欲爆的氣體的管控 是值得我們加強重視的 對 所以如果我們要最後請您幫我們做個總結 要怎麼樣來防範這個事件的再度發生 同時包括剛剛提到了 全面檢修管線在對高雄來說 可不可行又要如何去做 還有包括我們建立一個 防災地圖的急迫性 是不是也很重要 我想這個 您剛才所提到的其實都是 我們痛定是痛 我們應該做的 所以我還是在強調就是 先要去做一個詳細的一個 專案調查 了解問題的癥結在什麼地方 至於說它這個秉吸的話 它是沒有味道的 好 那怎麼會有瓦子味道參與進去 這中間的話 它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這個因素存在 那好啦 如果是秉吸的話 它管線的這個埋設 或者是它這個是不是要 建立去一個檢測的一個感應器的感應系統 那這個通通是值得我們來思考的 對不對 然後從法規面 系統面 制度面來要求 我們防止再發生的這樣 您會覺得除了高雄之外 還有什麼這樣的地方 也是同樣必須要高度注意的呢 我想地下管線埋設 如果有類似的運送這種危險性的這種氣體 或者液體 不管哪個都市有 都應該徹底來檢查 不應該只是光是高雄市啊 像是大都會區 台北有可能會有發生這樣的災難嗎 應該是 因為高雄是一個工業城嘛 市區周邊都是很多這個公司嘛 油廠 聯合油廠 中石化等等 那還有一個港口 它進口這個輸出 都是很多這個危險化學物品 所以這個方面是比較應該值得重視 而且加強防範 好 今天非常謝謝署長來到現場的分析 謝謝